零下路和民生西路口 大稻城慈盛宫廟吃有名的肉粥炸肉及炸猪肝 沿着慈盛宫旁边的小路走出来 遇见大稻城教会 步行前往星巴克保安门市 这是以凤梨罐头致富的大稻城富商 夜津土的古宅 巴洛克市的建筑 这里非常的安静 阳光从窗边洒入 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在这里躲过炎热的大中午后 我们搭捷运前往淡水 这里是淡水的多田荣吉故居 可以远眺观音山 附近的真理街有文化阿给 可以吃 德济立市洋行 这里有齐柏林空间 在淡水与齐柏林相遇 带着阿给 我们准备到河边等待夕阳 这个点在公车站小白宫站的对面 这里十分适合拍照 一片火红的落日 夜幕初上 显示 一片火红的 最后一片火红的 小白宾